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是 好戲跟太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有一個粉絲他住在美國 他跟我說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他好幾千年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 那我就幫他拍一部說 這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戲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戲 各位 什麼是好戲呢 它是一種形容詞 其實什麼形容詞呢 它是表示一種形容心情的形容詞 你會說 形容詞有分那麼多種 有喔 形容詞有分很多種 有一種是表達心情的 有沒有 悲し 難過的 嬉し 愉快的 這一種 就算是一種心情形容詞 有沒有 不是心情的 有啊 比如說 明亮的 紅色的 這都不是啊 這一種形容詞它本身就有分很多種 那 欲し呢 就是其中一種 它是表示一種心情的形容詞 各位 我們在那個鴨的用法 隔注詞的鴨的用法裡面 我們就有提到 要形容心情的時候 在日文當中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要形容心情的時候 因為你不是別人 你不曉得別人在想什麼 所以你形容心情的時候 特別不一樣 那心情是什麼呢 我們上次有請何岳雲小姐出來唱歌 心情情情一隻鴨 心情情一隻鴨 所以你看 船飄來飄去 你不曉得對方到底在想什麼 好 我看一下 他說呢 心情呢 它表示 這種形容詞表示 想要某一個東西 很想要那個東西 第二個呢 某人 而且是通常它是自己 因為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心情 對不對 所以 某東西が欲しいです 這裡要用が 因為後面正是你想要的對象 這裡是が 不能用お 因為它是你想要的對象 你只是想要 你有動作嗎 沒有啊 你沒有動作 當然不能用お 它只是一個想要的對象而已 好 所以 這是對象 那這個 我是什麼 主題 不是主詞 我再講一次 不要傻傻主題主詞分不清楚 好 所以 這是主題不是主詞 所以 主題 然後 戻しが欲しい 所以 後面這個是在說明 前面 我 發生什麼事 你看 私は車が欲しいです 我想要一台車 好 但是 如果欲しいです 你要用在第二人稱 你就必須要疑問句 あなたも車が欲しいですか 要疑問句 如果是第二人稱的話 你不能講 あなたも車が欲しいです 不行 好 因為 第二人稱 你不曉得他在想什麼 你不可以用指數句 你必須用疑問句 然後 第三人稱更不行 第三人稱連疑問句都不行 小林さんも車を欲しいがっています 才可以 你要把欲しい改成なる 把想要的心情轉換成一種動作 看起來有想要車子的樣子 然後 這個前面 因為它後面已經變成一個動詞了 詞の詞加上 把意趣料加上がる 就把它變成一種動詞了 這個動詞前面就必須使用お 而不是用が 所以 小林さんも車を欲しいがっています 好 那タイ呢 人家說的 港湖市場館 公敗了 無隔壁 對不對 火系跟タイ完全不一樣 因為呢 動詞後面加タイ タイ它是希望助動詞 什麼叫助動詞 幫助動詞表達各種意思的叫助動詞 希望助動詞是幫助動詞表達希望 對不對 所以叫做希望助動詞 好 所以 那為什麼是助動詞 因為它必須要加在動詞的後面 才叫做助動詞 好 那表示想做某一個動作嘛 好 那有沒有那個生氣助動詞 有啊 有沒有不高興助動詞 有啊 有沒有否定助動詞 有啊 所以它必須加在動詞的後面 幫助動詞表達各種意思的 那個叫做助動詞 好 所以它就不能是動詞 因為它不能單獨存在 所以你看 某人通常是自己 因為只要講到心情的 通常都是自己 某對象 動作 然後再加上 タイ 這是動詞 那這個 本來是O O 可以改成 某 可以改成 某 這個 區別我們也講過 我們在 某的那個格助成 某 那個裡面也有講過 什麼 有幾個情況是不能改的 我們看一下 私は 車を 買代です OK 車が 買代です OK 我想買車 這裡的 某也可以 某也可以 因為 某本來是動作 變成 開代以後就變成一種心情 所以就可以把它改成 某 不改也可以 再來喔 あなたも 車を 買いたいですか 買いたいですか 對方就用 疑問句 第三人稱就用成 小林さんも 車を 買いたがっています 買いたがっています 所以你看 這裡就是第三人稱 要加上 ガル 把心情轉成一種動作 而前面的格助詞 就只能用 オ 這樣可以懂了嗎 所以 欲し 是形容詞 太 是主動詞 欲し 是想要某一個東西 太 是想要做某一個動作 好 我們剛剛講過對不對 鑑火一閃館 コンパロボケタ 你心裡面 鬼請你的疑惑 終於 在我們何博士的解說之下 今天終於懂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 拜拜 拜拜